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昨天下午率团前往北京参访 备受瞩目的席洪会将在明天登场 支持与反对阵营趁着柱姐登机前 聚集在桃园机场航煞 挺驻与岛驻两派隔着车道互相叫嚣 蓝营支持者力挺洪秀柱 高喊城镇九二共识 两岸和平繁荣口号 绿营则不甘示弱 回呛洪秀柱舔供出卖台湾 双方僵持不下 现场气氛紧张 现在已经被蔡英文 漏了有台海的危机了 所以现在祝祝姐愿意站出来 扛起这个重力 对爱与我们的习大大 来谈两岸和平的议题 根本不是执政党 你跑到中国去谈什么和平协议 你有什么资格去谈和平协议 九二共识 下面的一桌各表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 洪秀柱随后在支持者护送和航警的引导下抵达机场 认为此行意义重大 强调此行是为了推动两岸关系 并非替国民党造势 就是因为这个两岸的政府现在这个沟通中断 那么因此我们觉得民间的温度 交流的温度还是要持续 所以我们要继续做这个推手 让这个两岸的民间的交流不会中断 而且能够有更好的一些成果 不能够因为政府跟政府之间冷落冰霜 就让这个两岸的人民也开始有了隔阂 这是继新加坡洗马会之后 国共两党领袖再次会面 外界认为 习红会与历届党主席会面的基调一致 唯一不同点在于 在野的国民党是否能够缓解民进党新政府上任后 紧绷的两岸关系 洪秀柱强调自己不会签署任何协议 会面形式将会是党对党的形式 绝不干预蔡英文的政府主权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